伯仁传,伯罗被击中核心后抱走,伯仁被逃逝的意识俯身后妙杀伯罗。 在伯仁传的动画最新剧情中,名人和佐助在意空间和慈贤经过一场大战,之后就被慈贤封印在了这个意空间。 并且派伯罗来看守,其实这里就很说不通,因为佐助已经跑了,佐助完全可以恢复之后再回来救走名人,而慈贤却偏偏派了一个可以被佐助的血轮延妙杀的伯罗来看守名人,也不知道慈贤是咋想的。 然后川木和伯仁的血产生了共鸣,川木的血启动了十空间认数,伯仁小队正式前往一空间拯救名人。 伯罗被击中核心后抱走,伯仁被逃逝的意识附身妙杀伯罗。 新生第七小队VS不死直升伯罗。 由川木、四月、伯仁和佐梁娜组成的新生第七小队一进来一空间就遇到了在这里看守名人的伯罗,双方很快便爆发了战斗。 由于伯罗拥有不死之身和超强再生能力,所以即使伯罗被伯仁和川木的联手攻击击中,伯罗也毫发无伤,反而是名人和川木中了伯罗的体内的病毒而动弹不得。 此时四月发挥了自己的身体优势,他提前将伯罗的病毒吸收并且制作了抗体给伯仁和川木注射。 以佐梁娜组为队长的新生第七小队才重新恢复战斗力,并且给了伯罗一个出其不意的攻击,伯罗一时被套路,结果自己的半个身体都被催了。 伯罗被看穿弱点,佐梁娜一接妙杀伯罗。 不过由于伯罗拥有不死的科学忍具核心,而且这个核心还是在伯罗的体内不停地移动的,所以伯罗很难被彻底杀死,说白了。 其实伯罗也就只有这个不死之身才是抗电,其他的忍术或者体数基本上不够抗的,新生第七小队尝试了几次之后仍然无法彻底杀死伯罗。 不过拥有血伦脸的佐梁娜却看出了伯罗体内移动的科学忍具内核,这也是川木所说的伯罗的唯一的弱点。 在队友的掩护和佐梁娜的迷之自信下,佐梁娜使出了雷切并且正好击中伯罗的科学忍具核心,伯罗的身体瞬间崩溃膨胀。 伯罗抱走,伯人被逃失附体。 失去了科学忍具核心的伯罗,基本上已经暴走了,他变成了一个巨大化的怪物,不过却没有死去,只是身体在不断地膨胀,此时的新生第七小队已经完全没有力量再去对抗这个怪物了。 就在这个危急关头,伯人身上的蝎发生了一变,伯人的头上居然尝出了大统木陶尸的脚,变身之后的伯人的实力和气场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大统木画后的伯人已经彻底失去了自己的意识,不过为了自保,被陶尸附身的伯人瞬间就杠掉了攻击自己的伯罗,毕竟如果伯人死了的话,大统木陶尸也就没了。 彻底杀死伯罗之后,大统木陶尸的意识也消失了,因为现在伯人身上的蝎还没有完全解冻,所以伯人的身体还是伯人的意识占主导地位。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伯人身上的蝎最终会彻底解冻,伯人也会变成大统木陶尸。 打败伯罗之后,名人就从那个黑球里面破壳而出了。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 谢谢